HELLO 大家好,我是冠冠 今天這個影片是要用我之前給大家做過的一個評測 大概幾個月前吧 做過Colourpop他們叫GoodSport這一個眼影盤的評測 那我這個影片主要是想要再另外搭配三個妝容 用這個眼影盤給大家看 那我會使用的這個 眼影的大概就是按照他盤裡的大概的一個順序 然後給大家做三個不同的眼妝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請大家記得在我的資訊欄下方看這一盤眼影盤的資訊 然後還有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有任何問題的話也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好的,那麼在開始眼妝之前先給大家做個手臂試色 是我最喜歡的部分 它一共有五個Shimmer的顏色 然後剩下的都是霧面的顏色 另外其中兩個Shimmer的顏色是有特殊偏光的 第二個眼妝呢要給大家做的是一個日常大地色 那先用High Hopes來給眼睛呢做一個Transition Color 大家可以看到我眼睛上面有一點極限 所以我現在先把這個極限先弄掉 不然會影響之後眼影 那在High Hopes基本上呢是一個很簡單拿鐵色 可以看到比較稍微偏冷色調一點點 接著拿Blending Brush 然後用我慣用的手法呢 把這個顏色都整齊的刷開 大家記得用這個Blending Brush 一定要用軟的刷毛 不然眼睛這樣子實在是很受傷 接著拿全盤裡面最暖的顏色Hookie 然後拿小一點的刷子 集中一點刷子 然後刷在眼尾的部分 接著再把它往前帶到Crease的部分 不要再往上喔也不要往下 這盤呢霧面色非常好暈染 所以不用怕失手 一樣拿一個Blending Brush 然後把這兩個顏色均勻的刷開 接下來拿一個扁平的刷子 然後沾上裡面最亮的打亮色Wild Out 然後刷在眼皮的正中間 一樣使用Blending Brush 把霧面跟亮面的界線刷開 回到小小集中的刷子 用裡面最深的Rackless 然後呢一樣沾一點 然後畫在眼尾加深眼部 這次就不要帶到Crease的部分了 我們就是加強眼尾就好了 回到Blending Brush 然後把眼尾呢 徹底的刷開 不要讓它有結塊的現象 OK那我們第一眼睛用道光告成囉 它是一個很暖色系的眼妝 非常適合日常上班上學用的一個色系 這幾個顏色都非常適合新手使用 所以不用擔心採雷 第二個眼妝裡面有一個紫色系的眼妝 第一個步驟我們先拿一個 Crease Brush 然後呢沾一下黃色的這個Truper 打在Crease的部分 這個界貨黃色我全門最喜歡的顏色 接著拿小的集中的刷子 刷一點這個裡面的淡紫色 叫BLOW 然後刷在眼尾的部分 拿一個較扁平的刷子 然後刷Cistile 這個亮一點的紫色 然後刷在眼睛的前三分之二處 這樣用Blending Brush把它全部刷開 接著拿一個超小超扁平的刷子 刷一下Rookie這個顏色 這裡面最特別的一個閃片色 裡面帶著紫色藍色的偏光 接著一樣Blend Blend Blend 把它全部刷開 不要有任何的界限 我擦在這種粉紫色底色 然後帶很漂亮偏光的顏色 下一個就用裡面最淺最亮的顏色呢 來打亮眼頭的部分 然後拿這樣子的一個Pencil Brush 比較細微的部分都可以打到 最後就用這個深紫色 Requeless 來把眼尾做一個最後的夾身 再用Blending Brush 把眼尾的這個深色刷開 就OK啦 這個眼妝看起來跟第一個很像 但其實如果你細看的話 可以看到它紫色的底色 還是比前面那一個大地色的眼影還要重很多的 不過這手法還是很適合日常妝用 很實用的 這個綠色眼妝呢 先拿一個打底色來打底 無論是我Barbie Brown的Chocolate Palette 來打個第一 接著就用盤裡唯一的霧面綠色Trophies 來給眼睛做個crease的部分 大家要注意這種綠色下手不要太重 雖然它這一盤的霧面色還是算蠻好遇開的 可是呢大家如果下手太重的話 它就會染成很嚴重的smoky eye 大家手邊呢一定要有像我現在手上的這個blending brush 才可以把綠色很平順的這樣刷開 下一個步驟用左下角的hookit 是帶有細閃的墨綠色 我覺得這個顏色非常的美 低調但是顏色又很特別 把它刷在雙眼皮的內側 也就是最靠近眼睫毛的部位 現在就是拿這種稍微扁平一點的刷子 然後把它一直疊上去刷到一個我想要的顏色 接著拿盤裡EBB的這個顏色 它是黃綠色然後帶有一點黃色的偏光 然後刷在煙味的1 2分之1的部分 這兩個顏色其實很不一樣 雖然在鏡頭上面看不太出來 但前面那個顏色是稍微比較墨綠色的 這個顏色比較黃綠色然後閃片比較大 這步驟就拿blending brush把兩個顏色刷在一起 接著拿licious就是這個黃色偏光的閃片 然後刷在眼睛的最中間 也就是兩個綠色的最中間 然後讓它有三層的效果 接著在trophies跟trooper兩個顏色呢 來回的疊加在我的刷子上面 然後下在下眼影的部分 接著就拿blending brush把所有的顏色都刷的沒有界線 就快完成啦 最後我想拿這個金黃色閃片 下在我下眼影的最正中間 然後讓我的下眼影看起來有不同的亮度 OK那影片最後呢 非常感謝大家的觀看 記得留言訂閱分享喔 任何問題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區給我留言 然後記得看資訊欄裡面的產品資訊喔 就這樣吧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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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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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